哈喽,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华仔 征求广大网友的评论 想要看一期中央区租赁的房子 那么好,它来了 这个房子呢,位于中央区高津 两室一厅的户型,58平米左右 在我面前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公寓 08年建造的,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停放自行车的空间了 接下来,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这栋楼的管理公司呢 对于刚来日本的朋友们非常友好的 一楼是带有门禁锁的,安全又放心 镜头一转,我们已经来到了房间里面 在我的正对面呢,有个衣帽间 空间够大,咱接着往里走 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室 带有空调,面积11平米左右 右手的角落里,就是我们的 嵌入室的收纳柜,空间没得说 还带有照明灯 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的,洗手间部分了 打开看一下,面积应该不大 但是够用,接下来的视角就是 我们的客厅和厨房区域了 而且是燃气灶台 非常适合中餐爆炒 或者油盐味大的料理 厨房正对着客厅 用餐非常低方便 客厅还带有氛围灯 客厅面积18平米左右 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 就是洗漱间了 正前方的部分就是洗面台 右手边的区域用来放洗衣机 里面是带浴缸的小浴室 干湿分离 而且还配带有小电视 这样泡澡就不怕无聊了 再倒一杯红酒就可以慢慢享受放松时刻 从浴室出来呢 就来到了我们自卧室了 两个卧室都带有空调和氛围灯 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 嵌入室收纳柜 我到角落蹲议会 看看客厅的另一个方向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的月租费和管理费 租金每月17万6千日币 管理费1万日币 共18万6千日币 距离借京县日本桥车站 只需要徒步5分钟 距离千日前线古厅九丁木 徒步只需要7分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